接下来这一起不当管教事件是发生在屏东县 有一间国小的五年级男童因为画错了新作图案 就被老师用卷起来的书本敲打了后脑勺三下 结果导致他脑震荡 但是学校却等到放学才通知家长 这个小朋友呢在一个月之后还经常感到头晕 教改团体不满学校只对动手的老师给一个申戒处分 今年依儿少法通报老师虐待儿童 拿出男童的诊断证明从脑震荡 血肿到焦虑 因为在学校被老师打后脑勺 男童现在身心都受到影响 即使事发已经快一个月 教长对老师的行为还是很生气 证明就读屏东乔永国小五年级的男童就是因为在上自然课时画错北斗七星图案被老师用书本打了三下后脑勺导致脑震荡 家长不满直到当天放学才知情学校则成亲 第一时间是为了带学生就医才延迟告知 关心到学生的一个状况 那把他带到我们的保健室的部分 那让他休息一下之后他有表达他不舒服 我们就直接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处理 学校表示事发以后打学生的老师很后悔 考评会也已经对老师做出申戒的处分 但教改团体认为成熟太轻 县政府则表示会在检讨 不过教改团体认为依照教师法 体罚已经违反政令 应该要对这名老师记大过 但县府对老师没有行政层处权 顶多只能够不同意学校的处分 恐怕很难做出合理的交代 教改团体要依而上法通报老师虐童 记者屏东报道